多国政府、政党团体、国际组织 近日以发表声明、公报等形式持续发声 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从未改变 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表示 东盟尊重、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是其一直坚持的立场 东盟此前曾多次表达上述立场 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 马来西亚一贯并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两国牢固伙伴关系的基础 阿拉伯议会重申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权利 强调近期台湾地区选举 不会影响阿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一个中国原则伸直阿方对外政策中 阿拉伯议会始终坚定恪守这一立场 贝宁外长巴卡里表示 贝宁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努力 马拉维外长腾博表示 马拉维政府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表示 科特迪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清晰明确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科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安哥拉 斯维士兰 爱尔兰 巴巴多斯 墨西哥 塞浦路斯 哥斯达里加 多米尼加 格林纳达等国 以及波利维亚 中国友好协会 也通过不同形式表示 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北京衔和称aver友DB